如果你捡到了这么大 这么大 又或者这么大的小奶猫 你能把它养活吗 建议捡之前先对年龄做一个判断 像我手里这种还没长牙的 后腿还没有完全有力气站起来 都是没断奶的一个状态 喂饶蛮度非常的大 如果你是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发现的 先不要着急带回家 也可能只是猫妈出门了 像这样的小奶猫 它几乎没有任何的皮下脂肪 非常的容易湿温 捡回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给它一个温暖的窝 一般控制在29-30度 喂奶建议用宠物奶粉或婴儿奶粉 没有的可以先用酥化奶纯羊奶代替 每天必须添加益生菌 人用的也可以 奶的温度控制在38-40度 喂奶时模仿猫心侮辱的方法 猫头微微抬高 尽量让小奶猫主动吸 没有喂奶装备的 可以先用小勺子 一点一点的让它舔食 没吃辅食之前 3-4个小时喂奶一次 醉酒不能超过6小时 正常情况下 奶猫饿了就会叫 自己寻找吃的 像这样舔人的手指 喝把暖奶呢 也会自己停嘴 不同的体重 标准的喂养次数 跟喂奶量 可以参考这个表格 建议是背一个厨房电子秤 每天记录小奶猫的体重 健康的体重 每天至少增长10克 所以最好选个精度比较高的 也能用来判断奶猫的实力是否正常 同时后面用到的很多东西 都需要你按照包装说明用量 再根据奶猫当天的体重减少用量 喂完奶之后不要着急放回去 山中内的小奶猫可能不会自主排泄 建议每次喂奶后用纸巾揉搓刺激排尿 排便正常是两次三天一次